今天我們這個題目是與神同行的最後一個題目 我的題目是神提約瑟出奸狼 哇 這個題目非常好 我喜歡這一個題目 請我們一起看到《創世紀》第41章 如果你手邊有聖經 請你打開聖經 我們來看 《創世紀》第41章第一節 如果你打開到了41章第一節 請我們唸第一節 過了兩年 八老做夢 夢見自己 站在河邊 哇 第小姐妹 你看到過了幾年 兩年 兩年 哇 這個意思你記得我們上個禮拜說 約瑟在監牢裡面幫酒鎮解夢 對不對 夢就像他解的一樣 全部應驗了 可是我們看40章的最後一節 二十三節 久正卻不紀念約瑟 竟忘了他 哇 弟兄姐妹 這一忘就忘了多少日子 兩年 哇 弟兄姐妹 有時候兩年 看起來好像很短 可是每一天在監牢裡面 你們可能會覺得兩年很長 哇 神用兩年的時間磨練約瑟 所以約瑟必須怎麼樣 忍耐 約瑟必須繼續的在監牢裡面忍耐 我們來看一節經文 在羅馬書五章 三到四節 我們一起讀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 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 忍耐生老練 老練生盼望 哇 弟兄姐妹 你記得約瑟如何能夠在這些日子 這些日子裡面 大概約瑟17歲被賣 到他離開監牢的時候 聖經說他是30歲 所以這樣過了幾年 13年 對不對 所以大概在他在監牢裡面的日子 超過好幾年 所以約瑟他到底如何能夠在患難中 能夠歡歡喜喜 如果一個人在患難中 他沒有歡歡喜喜 哇 這個叫做 所以說度日如年 這個是監牢 這不是一個自由的地方 有時候我想起以前 我們當兵的時候兩年 我們都覺得很多人都覺得在軍中 我好像很痛 很希望被放出來 但是約瑟他是在監牢 所以約瑟如何在患難中 他能夠歡歡喜喜的 保羅在羅馬書五章 三到四節他說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說 可能嗎 有時候如果你在患難中 你可能可以歡歡喜喜的嗎 我知道這個是很困難的事情 很困難的事情 所以保羅說 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 老練生盼望 這是很好的事情 可是如果你沒有歡歡喜喜的 你怎麼有後面的東西 對不對 你怎麼會有忍耐 你怎麼會有老練 你怎麼會有盼望 所以首先的一個條件 當你在患難裡面 是不是你能夠歡歡喜喜的 歡歡喜喜的 約瑟到底怎麼樣子在患難中 歡歡喜喜的 弟兄姐妹 第一節就已經告訴過過了兩年 哇 他幫助久鎮 對不對 在監牢裡面 約瑟求久鎮說 拜託幫助我 如果你出這個監牢 向法老提我 告訴法老說 我是一個無辜的人 所以幫助我離開這個監牢 約瑟哀求這個久鎮 對不對 可是 41章第一節就告訴我們 這個久鎮 以往就是兩年 哇 所以 弟兄姐妹 我們在上一個主日的時候 我們提到了 為什麼約瑟他能夠被久鎮 以往兩年 他的心裡面沒有充滿愁苦 羅馬書告訴我們 他可能在這個患難裡面也歡歡喜喜 我們可以看見約瑟在監牢裡面 他沒有憂鬱 對不對 他勤勞地服侍其他的囚犯 如果今天我不是歡歡喜喜 我可能不太喜歡工作 所以如果今天我的心裡面有洗的 我喜歡做事情 所以約瑟喜歡工作幫助其他的人 上個禮拜我們提到為什麼約瑟被 他的兄弟 他的兄弟出賣了他的親兄弟 弟兄姐妹 聖經說的這是他的親兄弟 被波提法高升以後 波提法全部依靠他 以後 弟兄姐妹是誰將約瑟下在監裡 他是被波提法下在監裡 再來我們看約瑟在監牢裡面的時候 他幫助糾正 可是41章告訴我們這兩年是誰忘了他 糾正忘了他 如果約瑟依靠人 大概他的心灰心了 對不對 他的心大概灰心 神經告訴我們約瑟不依靠人 約瑟依靠神 依靠神 所以這是為什麼約瑟他能夠在患難裡面 他有喜樂 這是為什麼保羅在新約保羅在羅馬書 五章三到四節 他說我在患難裡面我也是歡歡喜喜 為什麼 因為神用這個患難磨練他 磨練他 約瑟明白這個道理 所以他是歡歡喜喜的 你記得使徒行傳裡面告訴我們 這些使徒他傳胡音的時候 他被恐嚇 對不對 所以當他們被恐嚇 當他們被毆打 當他們回到教會的時候 他們的態度是什麼 他們覺得 哇 這個是好的事情 這個是好的事情 如果我被人家傷害了 或者是被人家誤解了 神可能紀念禮 神可能紀念禮 所以保羅在羅馬書說 灌難中也是歡歡喜喜 這個關鍵是你必須要依靠神 你必須要與神同行 你才能夠看出上帝的計畫 上帝要用這個患難磨練你的忍耐 上帝可能用這個患難讓你老練 上帝可能用這個患難讓你出現太多 對不對 在監獄裡面 約瑟明白神是給他能力解夢 完全正確 沒有一個失誤了 完全應驗了 你記得神也給約瑟兩個夢 對不對 他的兄弟把河骨圍起來 要向他的河骨下敗 約瑟也明白神告訴他的意思 有一天他要管理他 約瑟都明白 所以約瑟他的心中如果沒有信 他就是去叛逛 但是他有信 他明白有一天神會提他出見了 提他出見了 這是為什麼約瑟他有信 他在患難中他可以老練 他可以生叛逛 他可以有喜樂 好 請我們再回來看聖經 聖經剛剛告訴我們說 法老做了個夢對不對 法老做了個夢 我們來看今天 我們來看法老的夢 第一節說 法老夢間自己站在河邊 我們一起讀二節到八節 二節說 有七隻母牛從河裡上來 又美好又肥壯 在爐底中吃草 隨後又有七隻母牛從河裡上來 又醜陋又乾瘦 與那七隻母牛一同站在河邊 這又醜陋又乾瘦的七隻母牛 吃盡了那又美好又肥壯的七隻母牛 法老就醒了 他又睡著 第二回做夢 夢見一顆麥子 長了七個睡子 又肥大又加美 隨後又長了七個睡子 又細弱又被東風吹嬌了 這細弱的睡子 吞了那七個又肥大又飽滿的睡子 法老醒了 不料是個夢 到了早晨 法老心裡不安 就差人招了埃及所有的術士和國士來 法老就把所做的夢告訴他們 卻沒有人能給法老援警 畢兄姐姐 這裡告訴我們法老做了個夢 我們應該記得這個法老是誰的 是哪一個國家 埃及國 對不對 埃及國的國王 對不對 我們可以說他是國王最大的 法老做了兩個夢 他做了第一個夢以後 嚇醒了 後來他又睡著 又做了第二個夢 畢兄姐 我們來看這兩個夢 第一個夢是什麼 法老夢見有七隻又肥又美的母牛 對不對 在各邊吃草 然後他又看見了什麼 七隻又醜陋又乾瘦的母牛 跟他前面那七隻站在一起 後來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七隻又醜陋又乾瘦的母牛 把那先前七隻又肥壯又美好的母牛 吃了 對不對 吃了 所以他就嚇醒了 當法老嚇醒了以後 他又後來又睡著 可能那時候才12點 還要睡著 睡著了以後 他又做了第二個夢 對不對 第二個夢他夢見什麼 有七個睡子 睡子可能是玉米的睡子 有可能麥子的睡子 我們不知道 但是他夢見七個很美好的睡子 又肥大又加美 但是隨後又看見了 一顆麥子長了七個睡子 又細弱又被冬風吹嬌了 弟兄姊妹你可以想像這個圖畫嗎 後面的七個睡子很差對不對 營養不了又被冬風吹嬌了 後來呢 這七個不好的睡子 吃掉了前面七個又肥 又好又美又肥的這個 又飽滿了睡子 所以法老夢見這兩個夢 當他醒來的時候 他的頭腦裡面還記得這兩個夢 於是他的心裡面 有一點不安 但是他是法老 所以他有一個辦法 把所有的國內的博士 還有術士都找來 在埃及 埃及是當時的第一根牆部 他裡面有一些很厲害的人 所以法老就把夢告訴他們 可是他們可不可以解 正確的解這一個夢 可能沒有辦法 法老聽來聽就覺得你們的解釋 就是不合理對不對 不合理 請我們一起繼續看 九節到十三節 九節說 那時九政對法老說 我近日想起我的罪來 從前法老腦怒成仆 把我和善長下在補衛長府內的間裡 我們各人從同夜各做一夢 各夢都有講解 在那裡同著我們有一個西伯朗內的少年人 是護衛長的仆人 我們告訴他 他就把我們的夢園結 是按整個人的夢園結的 後來正如他給我們園結的成就了 我官復原子 善長被掛起來了 哇 弟兄這邊 我們一起看九節 九節這個時候已經過了兩年了對不對 過了兩年了 那時候九政聽見法老說這個夢 所以神感動九政的心 讓他想起他的缺失來對不對 約瑟在監牢裡面幫助他 還有懇求他的時候 他可能說好 可是一出來他就忘了 他就忘了 所以他說我今日想起我的罪來了 所以他告訴法老 在監牢裡面有一個西伯朗內人 他曾經幫助他們解夢 而且夢全部百分之一百的應焉 所以九政這樣子在法老面前做見證 告訴法老說 約瑟可能可以幫助解這個夢 請我們一起看十四節到十六節 十四節說 法老隨即差人去遭約瑟 他們便急忙帶他出間 他就一頭刮裂換衣裳 進到法老面前 法老對約瑟說 我做了一夢沒有人能解 我聽見人說你聽了夢就能解 約瑟回答法老說 這不在乎我神必將平安的話 回答法老 哇弟兄姐妹 當法老聽見九政的見證的時候 他說好去把這個約瑟帶上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見約瑟就剃頭刮臉換衣裳 可見他在監牢裡面他的日子不是很好的對不對 光鮮亮意 所以他是一個在監牢裡面他可以管理眾人 可是他的單義就是像一個囚犯 所以他必須要剃頭刮臉換衣裳 他才能夠進到這個國王的面前 因為國王是尊貴的 所以十五節 法老就對約瑟說我做了一個夢 沒有人能解 我聽見人說你聽了夢就能解 弟兄姐妹請看十六節說什麼 十六節說 約瑟回答法老說 這不在乎我 神必將平安的話 回答法老的話 弟兄姐 在你的心裡面 是不是你像約瑟一樣高舉你的神 當我們有平安 當我們有快樂 當我們瘋一足事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感謝我們的神 這不是依靠我 在這個世代上 我們能夠用電腦 我們能夠用手機 我們能夠有很多的書 可以看很多的知識 是靠我們的大能大力嗎 約瑟說不是 解夢不是靠他自己 解夢的能力是從神而來 如果神沒有賜給我這樣的智慧 這樣的能力 我不可能正確的解這個夢 在我們的世代一樣 很多人風衣足使他們忘記了神 他們覺得這是我應該得的 這是工業時代 這是科學 弟兄姐妹 如果神沒有開放 神如果沒有給我們平安的日子 不可能有平安的日子 所以約瑟他有一個很好的態度 他喜歡歸榮耀給神 所以當我們每一天我們吃飯的時候 我們應該謝飯禱告對不對 我們應該感謝神說 神啊 感謝是給我們今天我們所需要的 這是真的 這是出於神的 所以約瑟一看見法老 他並沒有到處法老說 我就是那一個婆司對不對 約瑟反而到處法老說 解夢是出於上帝 是出於上帝 上帝必將平安的話回答你 所以約瑟他是一個 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賢子 神告訴他 所以他將榮耀歸給神 那我們來看十七節到二十四節 十七節說 法老的約瑟說 我夢見我站在河邊 有七隻母牛從河裡上來 又肥壯又美好 在無敵中吃草 隨後又有七隻母牛上來 又軟弱又醜陋又甘瘦 在埃及天地我沒有見過這樣不好的 這又甘瘦又醜陋的母牛 吃進了那以前的七隻肥母牛 吃了以後 卻看不出是吃了 那醜陋的樣子 能就和仙情一樣 我就信了 我又夢見一顆麥子 長了七個穗子 又飽滿又加美 隨後又長了七個穗子 乎搞細瘦俱肉 弱 對不起 被東風吹嬌了 這些細弱的穗子 吞了那七個加美的穗子 我家這夢告訴了術士 卻沒有人能給我解說 哇 弟兄姐妹 這時候法老看見約瑟 他再把他的兩個夢 再一次的告訴約瑟對不對 他說我看見了這個七隻又瘦又醜的牛 吃了那七隻又肥又美好的牛 結果呢 結果他還是一樣瘦 所以他覺得很驚訝 然後七個穗子又細弱 看起來又像被東風吹嬌了 吃了那七個又飽滿又美好的穗子 然後樣子還是一樣 所以他說可是我的術士都沒有辦法給我一個滿意的答案 現在法老洗耳恭廷對不對 看約瑟怎麼解這個夢 我們來看25節到36節 約瑟對法老說 法老的夢乃是一個 神已將所要做的世子是法老 七隻好母牛是七年 七個好穗子也是七年 這夢乃是一個 那隨後上來的七隻又乾瘦 又醜肉的母牛是七年 那七個虛空被東風吹嬌的穗子也是七年 都是七個荒年 這就是我對法老所說 神已將所要做的事顯明給法老了 埃及遍地必來七個大風年 隨後又要來七個荒年 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豐收 全地必被饑荒所滅 因那以後的饑荒盛到 便不覺得先前的豐收了 至於法老兩回做夢 是因神命定這事 而且必數數成就 所以法老當檢選一個有聰明有智慧的人 派他治理埃及地 法老當這樣行 又派官員管理這地 當七個風年的時候 徵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 叫他們把將來豐年一切的糧食 聚練起來 積蓄五穀 收存在各城裡 做食物 歸於法老的首相 所積蓄的糧食 可以防備埃及地 將來的七個荒年 免得這地 被饑荒所滅 二兄姐妹二十五節到三十六節 你可以看見 約瑟幫法老解夢對不對 法老的術師和博士 他不能正確的解釋這兩個夢 可是你看到約瑟 他的解釋很清楚 他告訴法老說 這兩個夢其實是一模一樣的夢 就是一樣的意思 只是神在加強 神給你第一個以後 又加強第二個 這兩個是一樣的事情 七隻都代表七年 所以七個很好的母牛 很肥狀的母牛 就代表七個大豐收年對不對 第二個夢七個穗子 也一樣是指的就是這一個 七個大的豐收年 那再來法老看見七隻又瘦弱又乾 又醜陋的母牛 就表示是七個荒年 饑荒的年 所以是一個 是一個醜陋又乾瘦的 那七個瘦弱又被東風吹嬌 的是一樣的意思 也是那七年 所以弟兄姐妹 約瑟為法老解夢很清楚 我們一看就能夠明白 約瑟他說得清清楚楚 他告訴法老說 為什麼你要做兩個夢對不對 因為我們看三四二節 至於法老兩回做夢 是因神命定這事 而且必數數成就 哇 弟兄姐妹 神命定這事 而且怎樣 必數數成就 這是為什麼神給法老兩個夢 兩個夢其實是一個夢的意思 一樣的意思 弟兄姐妹 約瑟在他的心裡面他有信 他信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神有他的計畫 神有他的計畫 你記得首先神給約瑟兩個夢 這是神的計畫 雖然他十七歲 他不能完全明白這個夢的意思 對不對 後來他看見神給久正和善長 各一個夢 但是他看見神完全應驗了這個夢的意思 所以弟兄姐妹 在約瑟的心裡面 他信神有一個計畫 他有一個計畫 還有當他看見久正官復原子 還有善長呢 你看三天之後他就被殺頭 對不對 掛在那個架上 所以約瑟明白第二件事情 神必定執行他的計畫 所以弟兄姐妹 當你看32節的時候 法老 你可以看見約瑟的心中有信 對不對 他告訴法老說 神命定這事 而且必數數成就 哇 我們來看提多數一章 二到三節 提多數一章二到三節說 盼望那無謊言的神 在萬苦之先所應許的永生 到了日期 藉著傳揚的功夫 把他的道獻明了 哇 弟兄姐妹 在你的心裡面你明白上帝有一個計畫 可能你不能完全很清楚 上帝的計畫是神 可是上帝藉著聖經跟每一個人講 他是那一個沒有說謊的神 神寫在聖經上的話 必定要一一的應驗 像這個久正的夢一樣 善長的夢一樣 他必要一一的應驗 這個是沒有謊言的 那神在提多數這裡說到什麼呢 神給我們什麼應許 神在萬苦之先應許的永生 對不對 永生 所以他說你看得到永生嗎 現在你還看不到永生 你還看不見天房 可是你必須要像約瑟一樣 有信 約瑟17歲 他夢見兩個夢 現在他幾歲 30歲 他在哪裡 他在監牢裡 對不對 他在監牢裡 他不知道夢的意思是什麼 我在監牢裡面 我怎麼管理我的兄弟們 對不對 他不明白 所以提多數說到了日期 到了日期 弟兄姐妹 我們必須了解這件事情 這個日期是上帝的日期 不是我們定義 你不可能跟上帝說 上帝啊 你向我顯明那個日期 聖經不可能告訴你這個日期 為什麼 因為神掌權 可是神告訴我們 他沒有說謊話 到了日期 我們就可以看見我們的永生 我們就可以看見我們的永生 所以弟兄姐妹 約瑟 還有保羅 他們都一樣 他們有信 他們明白神有他的計畫 還有他們明白神 日子到了 他必定執行 所以現在約瑟在哪裡 約瑟已經離開監牢了對不對 在法老的面前 所以你可以看見 約瑟給法老解完了夢以後 約瑟做什麼事情 給法老一個很好的意見對不對 因為他的心裡面相信這個夢 是完全正確的夢 就如同久鎮跟善長的夢 一模一樣 必定要100%完全應驗 所以他說 七個大豐年接下來的事 七個大豐收年 必定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七個大豐年 而且這個豐年很大 會發生什麼事 把之前積蓄的全部都吃掉 很有可能敗落甚至更敗落 所以約瑟他很聰明的 他馬上給法老一個很好的意見對不對 他說你應該要這樣子做 派官員管理這地 當七個在三十四節 我們可以看到 三十四節約瑟給法老一個意見 他說當七個豐年的時候 在約瑟的信裡面 他明白這個事情是真的 所以他已經開始在做計畫對不對 他說七個豐年的時候 你應該徵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 聽起來好像不多對不對 可是這個是一個好的方法 叫他們把將來豐年一切的糧食聚煉起來 積蓄五穀收純在各層裡做食物 歸於法老的首相 所以三十六節他說 約瑟就說 這樣積蓄的這些東西為什麼要這樣做 可以防備埃及地將來的七個荒民 免得這地被什麼 激荒說明 哇 弟兄弟弟 約瑟的心裡面完全不懷疑這個夢 他完全信神給法老的夢是完全正確 所以他給法老一個很好的意見說 你應該這七點要把握 應該要把握把你的糧食聚煉起來 不要浪費 等到那七個花年來的時候 可以保住埃及的性命 對 保住埃及的性命 弟兄姐妹 約瑟很聰明的 我們來看到三十七節 三十七節說 法老和他一切臣父都以這事為妙 哇 當我看約瑟給法老的意見的時候 我也覺得這個很好 對 約瑟真是聰明的人 那我們來看三十八到四十五節 法老對臣父說 像這樣的人有神的靈在他裡頭 我們豈能找得著呢 法老對約瑟說 神既將這事都指示你 可見沒有人像你這樣 有聰明有智慧 你可以掌管我的家 我的名都必聽從你的話 唯獨在寶座上 我比你大 法老又對約瑟說 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力 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 戴在約瑟的手上 給他穿上戲碼衣 把金鏈戴在他的景象上 又叫約瑟坐他的副車 賀道的在前呼交說 跪下 這樣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力 法老對約瑟說 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力 若沒有你的命令 不許人三自辦事 法 好 就到這裡 對不起我們 四四五節念完 四四五節說 法老賜名給約瑟叫 薩法納特巴內 又將安城的祭司 波丁菲拉的女兒 雅西娜給他為妻 約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理 哇 還有四十六節告訴我們約瑟幾歲 約瑟見埃及往法老的時候年三十歲 他從法老面前出去騙行埃及全力 所以從約瑟十七歲被他的兄弟賣的 到他離開監牢他已經三十歲 中間有十三年 雖然聖經沒有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他多少年在波丁菲的家 多少年在監牢裡 對不對 可是約瑟的生命 他沒有一帆豐盛 可是在約瑟的心裡面 他明白神有他的機會 所以他有一個決定 我順服神 神帶領我做什麼 我順服他 我沒有意見 所以神就是給約瑟智慧 我們來看三十八節 三十八節說 法老對陳仆說 像這樣的人有神的靈 在他裡頭我們豈能找得著呢 哇 弟兄姊妹 我們可以注意這一節對不對 法老看出了一件什麼事情 法老看出了約瑟的心中 有神的靈住在他裡面 哇 是不是你喜歡別人看出你的心中 有神的靈在你的裡面 裡面 那如果你沒有與神同行 神怎麼可能在你的心裡面 我們來看詩篇111篇第十節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聰明人 耶和華是永遠當讚美的人 哇 弟兄姊妹 我真的希望你們每一個人敬畏耶和華 遵行他的命令 當我們看約瑟的故事的時候 我們應該明白一件事情 約瑟的智慧是從上帝來的 約瑟的能力是從上帝來的 約瑟能夠解夢不是靠他讀書來的對不對 聖經已經很清楚告訴我們 約瑟他的能力是從神來的 所以法老看出約瑟 所以他說像這樣的人有神的靈 住在他裡頭 我們豈能找得著呢 弟兄姊妹我們應該明白一件事情 法老聽了很多博士 很多術士為他解的夢 給他的意見對不對 可是法老的心裡面 頭腦裡面他覺得混亂了 可是當法老聽完約瑟的故事 約瑟為他解的夢 約瑟給法老的意見 法老卻說一個事情 像這樣子的人有神的靈在他裡面 表示什麼 法老完全同意約瑟的說法 他說的話又清楚又有方向 完全完全不讓法老的頭腦裡面混亂 哇 弟兄姊妹 神一樣 如果我們看聖經 神不給我們混亂的頭腦 神給我們清楚的頭腦 讓我們知道 我們應該辭定我們的永生 不要放棄 不要以為我們信耶穌是錯誤的 有人說了一些話 我們就以為 哦 信耶穌可能錯誤了 來教會可能錯誤了 讀聖經可能浪費時間了 不 我們應該有信 像約瑟一樣 約瑟他的能力 他的智慧是從上帝而來 所以詩篇111篇第4節說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當你看真言的時候一樣 真言也一樣這樣寫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如果一個人他喜歡做一個聰明的人 做一個智慧的人 他可以看書 對不對 他可以思想他的腦袋 用他的腦袋好好的去開放 另外 聖經給我們一個意見 你應該敬畏神 這是聖經給我們的意見 聖經沒有說你應該看很多的書 在傳道書裡面 所羅文王他是一個很有智慧的人 很有知識的人 他說讀書多 身體疲倦 但是總意是誰 敬畏神 敬畏神 詩篇111篇第四節 告訴我們一個正確的方向 對不對 如果你喜歡做一個像約瑟一樣有智慧 你的智慧是從神來的 有聰明 你喜歡你的聰明是從神來的 你應該做什麼事情 遵循神的命令 弟兄姐妹 這個是完全重要的事情 現在很多教會 很多弟兄姐妹他忘記了 他以為脖子上刮一個十字架 他就是有智慧的人 他就是有聰明的人 他就是神愛他的人 聖經給我們一個很好的看到的事情是什麼 教訓是什麼 如果你不遵循上帝的命令 你不是一個聰明的人 對不起 這不是我說的 這是聖經說的 如果你想要當一個智慧的人 聰明的人 你必須敬畏神 敬畏神只是一個態度 但是他真正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遵守上帝的命令 在約翰福音14章那裡他說 愛我的必愛我的命令 對不對 如果遵守我的命令的人 耶穌說 這人就是愛我的 所以聖經給我們很清楚 我們可以看見 如果你要愛神 你喜歡神祝福你 是給你智慧 聰明 像約瑟一樣 你應該做什麼事情 遵守上帝的命令 當你看聖經的時候 上帝藉著聖經道述你 你應該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你就做什麼事情 這就是遵守他的命令 所以詩篇說得很清楚 如果你喜歡有智慧 如果你喜歡聰明的人 就是遵行他的命令 所以他說耶穌華是永遠當一葬禮 神不說謊話 對不對 神不說謊話 如果你立志遵行他的命令 你就可以看見是不是神不說謊話 在你的心裡面當 當你像約瑟一樣 被法老提出監牢的時候 你的心裡面感謝神 對不對 因為你知道神不說謊話 神不說謊話 不管我的家 我的名都必聽從你的話 唯獨在寶座上 我比你當 法老又對約瑟說我派一治理埃及全帝 哇 平衡見面 法老在這裡我們可以看見 他將約瑟升高對不對 他從一個階下囚 一個囚犯升高到什麼程度 宰相 宰相 對不對 一人之下 萬人之上 對不對 所以法老就說你可以掌管我的家 我的名都必聽從你的話 只有一件事情 在寶座上我比你當 因為他是國王 可是他已經將全國的權力 權柄 都示給約瑟了 為什麼 因為他看出約瑟有智慧 有聰明 對不對 所以法老也是一個聰明的人 他知道他應該要用約瑟 所以他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 戴在約瑟的手上 給他穿上戲碼衣 把金下面戴在他的景象上 所以弟兄姐妹 你可以看到 約瑟被法老高深了 對不對 他開始改變了他的穿著 還有權柄來到他的身上 所以他說 又叫約瑟坐在他的副車 賀道的在前面 呼叫說 跪向 這樣法老派他自領埃及權力 弟兄姐妹 我喜歡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最後給我們看見約瑟的結果是什麼 法老釋放他出了監牢 對不對 高深他為全國的宰相 弟兄姐妹 我們應該思考一件事情 這個是很重要的事情 當你看見約瑟離開監牢 你看見的是法老使他離開這個監牢 還是你可以看見是上帝使約瑟離開監牢 是法老高深約瑟做全國的宰相 還是神高深約瑟做埃及全國的宰相 神 阿歷不良 感謝神 你們都看見了 這個是神 對不對 如果神沒有讓約瑟被賣 賣到埃及 然後神沒有讓久正 善長做了兩個夢 約瑟為他解夢 後來神又給法老兩個夢 約瑟不可能站在法老的面前 對不對 所以我們應該了解 神提約瑟出監牢 神高深約瑟做埃及地全地的宰相 這個是神的權柄 神可以賜給約瑟這樣子的一個權柄 我們來看到四十二章 請我們往後翻 翻開到四十二章的第六節 在創世紀四十二章 如果我們翻到了四十二章的第六到第九節我們一起讀 六節說 當時治理埃及地的是約瑟 跳樑給那地眾名的就是他 約瑟的哥哥們來了 臉浮於地向他下拜 約瑟看見他哥哥們 就認了他們 卻創作僧人向他們說些嚴厲話 問他們說 你們從哪裡來 他們說 我們從迦南地來敵良 約瑟認得他哥哥們 他們卻不認得他 約瑟想起從前所做的那兩個夢 就對他們說 你們世間性來虧待這一個虛勢 好 聽一下這邊 四十二章的這個地方告訴我們一件事情對不對 約瑟想起了什麼 從前的兩個夢 從前的兩個夢是什麼 他夢見他的河櫃站著 他兄弟的河櫃圍著他下拜 所以約瑟明白有一天他管理他 現在他看見的是什麼 這個夢完全應驗 對不對 完全應驗 哇 弟兄姐妹 我們再來看到四十五章第五節 我們再往後翻 翻開到四十五章第五節 這是約瑟的說話 我們一起錄 現在不要因為把我埋到這裡 自憂自恨 這是神 才我在你們先來 為藥保全生命 哇 弟兄姐妹 當兄弟們認出約瑟的時候 他們怎樣 害怕 對不對 現在約瑟可能下令把他們殺了 可是約瑟沒有恨他們 約瑟心中明白一件事情 這個是神的計畫 這個是神的計畫 所以反而約瑟安慰他的哥哥們 所以他安慰他的哥哥們說 不要因為把我埋到這裡 自有自恨 你們應該看見這個是神 神用你們把我埋掉 哇 這樣這個是很痛苦的決定 所以神猜我在你們先來 我也要保全你的生命 所以如果你繼續看下去 你就可以知道 這些以色列人 就是雅各的所有的孩子們 就搬到埃及去住 以後才有以色列人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後來摩西帶領他們 離開埃及 對不對 所以弟兄姐妹 在45章第5節 你可以看見 約瑟又把榮耀歸給神 對不對 他知道他所面臨的每一個環境都是神的計畫 都是神的安排 而且在他的心裡面他明白 神有一個美好的計畫 神對他的計畫不是要傷害他 而是要幫助他 幫助他 所以弟兄姐妹 或許你問牧師說 喔 我與神同行 我如果我想要和約瑟一樣 我決定了和約瑟一樣 我願意吃苦 是不是有一天 我像約瑟一樣神高升我 讓我做大老闆 神的計畫是什麼呢 弟兄姐妹 神在這個世界上沒有給我們很清楚 如果我們願意跟從他 我們願意吃苦 這是非常好 可是神在聖經裡面很清楚地告訴我們一個應許 如果你像約瑟一樣與神同行 將來神要怎麼祝福你 我們來看一節經文 提摩泰後書2章11到13節 我們一起讀 有可信的話說 我們若與基督同死 也必與他同活 我們若能忍耐 也必和他一同做往 我們若不認他 他也必不認我們 我們縱然失信 他仍是可信的 因為他不能被捕自己 哇 弟兄姐妹 如果你決定了與神同行 如果你決定了我不怕吃苦 我願意與神同行 阿里路亞 這是很好的 我們盼望的不是這個世界上的容貌無貴 聖經告訴我們神有一個可信的話說 如果你願意與基督同行 與基督同行 你也有一天必與他同活 我們應該了解我們的生命是短暫的 最多讓你活100歲 你可能還有100歲可以享受 結果呢 聖經告訴我們 如果我們不與基督同食 我們的永生將在地獄這步 永遠永遠的同活 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可是我們如果我們這一輩子決定了 信靠神 有一天我們進入神的國度 享受永遠永遠的快樂 如果你覺得約聖的話是真的 難道新約的話欺騙我們嗎 不可能 對不對 所以保羅說可信的話 聖經說的話是可信的 很多人吃笑說信耶穌就可以得永生了 這麼簡單的 所以他就說信耶穌可以得水牛 有的人就喜歡跟我開這種玩笑 他說那個永生就是把它改一下 就變成水牛 把生變成牛 他們吃笑聖經的話 我沒有意見 最後是誰受虧數 吃笑的人必受虧數 我難過的是他不聽從聖經 我難過的是有一天他必須承受他自己的決定 這是可怕的 所以聖經說有可信的話說什麼呢 我們若能忍耐 像約瑟一樣 如果在這個世界上神給你磨練 你能夠忍耐 雖然你在這個世界上得不到好的報答 好的回應你不用擔心 聖經說 我們若能忍耐 也必和他一同做完 哇 保羅有信 保羅將他的所有的生命奉獻給神 做神的工作 他的信心不是他要從這個世界上建立一個 保羅王國對不對 天主教說聖保羅 保羅不是這個意思 他沒有要做聖保羅 保羅的意思是他可以忍耐 雖然他的環境不好 他不是一個受人尊敬的人 可是他可以忍耐 他願意傳主耶穌的福音 所以在他的心裡面 他信神給他的一個應許 就是有一天他將要和主耶穌在地上一同做完 聖經給我們一個應許 未來的還沒有到 以後主耶穌必要再回到這個地球上 做完一千年 一千年 如果我們願意忍耐 願意吃苦 願意與神同行 在那一天 在啟示錄十九章 他說一個起白馬 天上的眾軍隨著他 這個指的就是能夠忍耐的基督徒 與神同行的基督徒 必要和主耶穌從天上一起下來到地上 一同做完 管理這個治理這個地球 一千年一千年 這是一個太平的盛世 很好的時間 所以保羅說如果我們不認他呢 哇 這個是很慘的事情 神也必不認我們 我們失信呢 神是可信 不用擔心 所以如果我們有信 我們就知道神不說謊話 他不能背負他自己 他已經白紙黑字給我們寫清楚了 如果我們信靠他 違改我們的罪 我們有永存 那如果我們清楚懷疑呢 很抱歉 神不是糊塗的 神說你如果不認他 他必不認你 神是公義的使派 所以神說我寫的話 他不可能背負自己 他不可能更改了他的應許和命令 哇 弟兄姐妹 這個是上帝的計劃 如果我們與神同行像約瑟一樣 在你的心裡面你可能明白 哇 上帝的能點 還有你可能明白這個盼望 有一天你在天堂裡面 永遠脫離這個世代的苦難 在天堂沒有再遇見一件痛苦的事情 悲哀的事情 掉眼淚的事情 對不對 天堂是快樂的事情 而且是永永遠遠 我們這裡的人 我們沒有一個人可以明白 將來是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必須要依靠這本聖經 神告訴我們我們的將來是什麼 天堂跟地獄兩條路而已 約瑟在他的心裡面明擺 上帝的計劃必要完全應焉 這裡我們可以看見約瑟的夢 對不對 還有九正的夢 還有法老的夢 有沒有全部都應焉 全部都應焉 聖經的意思就是這樣 在聖經裡面 給我們所有的應數 有一天將要像這個夢一樣 全部應焉 我們不能用自己的思想想 聖經說的事情 有時候他說很簡單的事情 你說這可能嗎 可能的 保羅說這是可信的 信耶穌我們就可以得永生嗎 這可能嗎 這是可信的 可信的是你必須要聽從祂 如果你覺得這只是有趣的 那不是信 你必須完全像約瑟一樣明白 你要聽從神 所以當我們跟從神 你有福了 你有福了 聖經告訴我們 當我們願意決定跟從神 首先我們必須決定了 遵守祂的命令 離開不義的事情 基督徒不應該一面參加教會 不應該一面犯罪 對不對 我們應該離開不義的事情 再來我們應該決定了 像約瑟一樣順服神 不管我們處在什麼樣子的環境裡面 我們不要抱怨 我們應該有盼望 對不對 我們知道神使我們在這個環境裡面 絕對不是錯誤的決定 今天你參加聖利金星會 絕對不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今天我住在花蓮 也不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我坐在這裡 我就應該安心的把我的工作做好 神給你什麼樣子的環境 你就應該安心的 把你的工作做好 像約瑟一樣 這是約瑟的心 他明白神是完全可信的 所以他願意樂意的每一天 不管什麼樣的環境 你記得十三年裡面 約瑟不管什麼樣子的環境裡面 他跟從神 有一天經過了十三年神 讓他看見神給他的夢 完全應驗 完全 聖經的意思一樣 有一天你將看見 天堂就在你的眼前 請我們一起聽到大方